宜兰县县县长吕国华 今年年底的选情可以说是父辈受敌 我们看到这个台风重创了宜兰 另外呢 昨天登记的事情也引发争议 还有国民党又多了一个人去领表 现在还没登记 国民党正在劝退当中 他是廖峰德的一双 我们是有继续在沟通的 我是说以我们对 廖顾主任委员峰德兄 这个疑犯 我们的了解他的风范 我们相信廖大嫂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经由各种管道 跟他在沟通 我们也相信 轰德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现在其实是只有领表还没登记 国民党说要持续的去这个游说跟协调 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在很多县市已经都面对分裂的状况 宜兰这个是刚刚最新发生的状况 王嘉 我想我个人所了解是说 国民党的地方有很多朋友们对于 吕国华县长第一任的这个政绩是有很多不满 那这个不满就造成群雄并起 公然挑战他现任的权威 那挑战他现任权威之外 其实也在挑战国民党党中央 在取得中央执政之后 他的地方利益的分配 是否做到公平或者是合理 我想利益一定要分配 但是问题在是否公平合理 那参照的角度来看 这个新闻不是空穴来风 是真的有人在拱廖峰德的遗孀来参选 我想